王一博到底有多厉害在网友总结的一份财报中 五年中13次登上财报从综艺到影视作品 都出现了爆款且登上各大财报 娱乐圈顶端艺人的厉害 在王一博身上让我们深刻的体验到了 流量带来的惊人数据 原来他红的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 先说一下王一博参加的综艺 这就是街舞无疑是出圈的一档节目 从街舞三到街舞五王一博所在的三季 接登上了阿里的财报带动的何止是人气 而是无限的商业价值 同时我们看一下王一博的影视作品 他所拍摄的电视剧分起洛阳带火了家乡洛阳 还有给平台来的赞助更是一波接着一波 再就是上映的电影这是王一博开启的电影元年 要知道三部影片上映后票房均在八个多亿以上 一年上映这么多作品 能够破亿的作品居然不过百部 据目前为止 2023年迄今为止上映了604部电影 破亿的仅有68部 破五亿的有28部 破八亿的有19部 而王一博上映的三部作品 都分别登上各自投资方的财报 由此可见王一博的票房号召力和影响力 到底有多牛 这不是一部作品 而是三部都在八亿以上 所以说好作品的出圈是一个整体团队的成果 王一博给予的加成自然不容小觑 试问一句 能够让综艺和影视作品都成为爆款 这难道不是一种人气和实力的证明吗 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估计也没有几个人 如果不是王一博的人气和关注度 也许并非会有这个成绩 从街舞到电影到电视剧 凡是王一博参议的 多多少少都会引爆话题 关注度向来不会低 特别是王一博在年轻C世代中 更是成为佼佼者 大众对他的认知也逐渐从爱豆发生改变 显然成了全民偶像的感觉 很多人说王一博身处何方 何方就是热度地带 能够让小众运动街舞出圈 能够戴飞滑板 更别说戴飞参与的作品 拍摄的风起洛阳 显然把古都洛阳成功带火 多少文旅都对此赞不绝口 看到王一博拍摄去到他们那里 各地文旅都会纷纷上线各种安利 顺带着宣传一番当地的特色风景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 王一博在用自身流量上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 别人依赖平台作品品牌提升咖位的时候 而王一博却相反 而是助力作品品牌品牌出圈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布莱西的 打造爆款需要的是方方面面 可是有王一博在的地方 哪里就是爆款 因为喜欢他的人比比皆是 年底的开心就是跨年 娱乐圈交打竞的时候来了 各种的活动扎堆来 各种的作品趁此机会上线 提升曝光率和关注度 王一博在这一年中给我们带来了三部影片 好作品拿下了口碑 票房 奖项的大分收 让他在演员的道路上 获得了不少的鼓励和肯定 在金鸡奖提名采访中 王一博很谦虚地说 自己很幸运能够这般顺利 很惊喜自己还能够提名金鸡奖 并且给自己的表演 打了一个比较谦虚的分数 浓墨重彩做事的人 总会秉承着轻描淡写的表达 这也许就是一个谦卑之人的表现 镜头中的王一博 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面的他 不同于舞台上的他 作品里的他 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他 不做作 很真诚 说话不及不造 态度很谦逊 这可是当下娱乐圈的顶端级艺人 没有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 反而平易近人 昔日的酷盖 如今的奶盖 笑起来很甜 被人夸还有些害羞 也许他不知道 他到底多招人喜欢 因为王一博回归湖南卫视跨年 票价都飙升了好几倍 更是涌入不少人来抢 根本抢不上的节奏 这次的跨年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王一博的新歌和新舞台 还会上演一个温馨的画面 那就是天天兄弟合体 有大老师和汪涵在 王一博回来 无疑是团圆的一幕 这种让人感动的时刻 自然会有不少人 想要去现场 同时 这次湖南卫视参与的艺人 都在会跨年间 不会回到休息区 也就是意味着 好多人整晚都可以看到 王一博 哎呀 小肥妖想想都兴奋了 请给一个机会 对着王一博 不用愁收视率的问题 多少人都不会转台的 还有一个消息 那就是 王一博在结束跨年后 还会参与到 后续的几个活动中 听说王一博要去 票价都开始飙升 特别是肩武 肩武第六季 王一博确定会回归 不少人得知后 都纷纷等待着 肩武是王一博的领地 也是他发光发彩的地方 总决赛更是现场直播 自然吸引不少人的关注 by bwd6